我覺得這一次的風華天團的一個特別的點 就是你會找各種樣子的不同領域的blogger 來一起加入然後做同一頁做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有一次我們從 斷水腰滑到巴黎的那一次 我覺得是整個應該是整個節目的精神 是最明確的一次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Charles是一個foodblogger 我們有Hailey是一個時尚拿娃娃龍 然後還有Hailey還有Tony和Chris他們是 Tony是懷孕的喔 但是他們非常非常愛adventure 然後Chris他的勞工又是一個船長 然後剛好我們要滑那個台灣很傳統的那個小漁船 要從斷水到巴黎 大陸子也去啊 蛤? 大陸子也去 OK 哇 好厲害 我覺得那一次就真的是很明顯 你看得出來每一個人的個性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同 然後造成我們差一點點在那個 淡水腰直接就直接放在手裡面 喔 為什麼? 超好笑的 OK 第一個Chris他是船長 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Captain and Clark Captain他是OK Ready Everybody 1 2 4 3 4 他就是非常沒有人認識 他就是Captain 然後Tony雖然大肚子也跟著 每個那個Pemple也是跟著 OK 好厲害 然後呢 也有Charles Charles是一個美食專家 你知道他滑一滑 他滑一滑 是這樣 喔 OK 然後每一個人往後看 那就被Chris罵了 Are you cooking? 然後Captain就開始罵他 然後Hailey呢 Hailey都短純 她是很認真的在滑 但是不太會滑 OK 然後在這樣滑的過程的時候就在 Brrr 然後就有一個 Hey Janet Are there mermaids in the water? 然後他就開始亂問一些有的沒有的 很夢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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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我們的船長 他雖然 真正的船長 我們的台灣帶我們的那個來賓 雖然他完全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 但是他覺得我們非常的熱鬧 然後我們這差一點點好幾次就翻手 真的差應該有5次了 是那種 好驚險